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自主动机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内在动机 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喜欢 因为你享受 因为你对它感兴趣有激情 那么这个的话你做起来最带劲 其次呢是我们出于价值观和意义 还有自我整合出发的这种认同动机和整合动机 那么你做这件事情并不一定就有那么快乐 也并不一定就有外在的回报 但是呢你认为它是对的 是好的 所以你仍然选择去做 那么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呢 重点讲了浮流 那就是纯粹的内在动机 你做起它来如痴如醉 你感觉特别享受 所以这节课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整合动机和认同动机的一个核心 那就是道德 价值观和意义 也就是说你认为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好的 然后才去做它 当然这三个话题都特别大 其实呢每一个拎出来啊 都可以讲一个学期 现在呢我们要把三个放在一节课里讲 那么所以的话我们今天呢肯定是挂一漏万 我的话就选择了两个点来讲 一个呢是情感对于道德价值观和意义的重要性 因为平时啊我们想到这三个概念呢都是金光闪闪特别抽象宏大崇高的概念 但其实呢它一点也没有那么抽象宏大崇高 它其实跟我们的心 跟我们的情感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 情感其实比理智在这个方面呢还更加重要 那么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呢 是对于现在非常流行的相对主义 就是大家的道德都是对的 大家的价值观都是好的 你选什么人生意义都行 我们的话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做一个讨论 好我们首先的话来说一说道德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在上一节 尤其是助人那节课的话讲了很多 我们讲到人的话其实天生就喜欢帮助别人 比如说不到两岁的小娃娃 她的话在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呢 就会自发的去帮助别人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张录像 你在上一次呢已经看过了 但它实在太萌了 所以我忍不住给大家再放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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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对面 你拿 one 好 好 而且呢 我们在内捷克里也提到 不仅仅人天生就有帮助别人的 这样的一个本能 同时的话也有辨别善恶的能力 也就是知道 谁帮助了其他人是个好人 谁不帮助其他人 妨碍其他人是个坏人 那么新生婴儿就已经知道 什么样的人是好人是坏人 大家可能还记得 当时呢我放了两段耶鲁大学的Paul Bloom 他做的两段录像 那么的话让新生婴儿看 然后呢研究者就给一些小玩具 让这些孩子们去选择 结果呢发现这些孩子呀 都会选择那些刚刚帮助了别人的小玩具 而不是坏了别人的事儿的小玩具 那么不仅如此 这些新生婴儿还认为 人啊应该跟好人在一起 而不是跟坏人在一起 我们看这两段录像 这个研究者发现呢 中间的这个小红球 当它跟刚才帮助过它的黄色三角在一起的时候 不惊奇 但是呢看到这个小红球 选择和那个蓝色正方形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很奇怪 说明啊这些小娃娃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人分好人和坏人 我们应该跟好人在一起 那么事实上呢 研究者对这些娃娃的进一步研究的话 发现它们不仅能分清好坏 而且知道该惩罚坏人 表扬好人 比如说我请大家再来看这两段录像 然后再来看这两段录像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 就是当有一个人丢了一个球之后呢 有一个布娃娃把这个球还给了他 还有一个布娃娃呢 拿了这个球就跑掉了 那么显然第一个布娃娃是好的 第二个布娃娃是坏的 那么这些婴儿呢 也都能够对这些布娃娃的好坏做出判断 但是呢 假如你事先再放两段录像 就是显示这个丢了球的人 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 那结果就不一样了 那八个月的婴儿呢 他就能够判断 OK这个人他是个好人 那么帮他的也是好人 坏他的就是坏人 但是假如这个人是坏人 那么如果你帮他 那你其实是个坏人 如果你去害他 那其实你是好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会更喜欢 那个拿了坏人的球 不要还给他的人 而不太喜欢 那个拿了坏人的球 还还给他的人 这个的话就说明 婴儿虽然才八个月大 那时候就已经有正义感了 那么当他再长大一点 能够有更多能力的时候呢 他们还会来进行 惩罚和表扬的行为 那么就是给19个月 到23个月大的小孩 还没到两岁 看这些场景 让他知道 这个娃娃是好的 那个娃娃是坏的 那么现在呢 你可以选择给他们更多的零食 或者是把他们吃的一些零食 拿过来 这个我们可以发现 从这张图上 你可以看到 就是对于那些灰色的 所代表的好人 那么两岁不到的孩子 就知道 我要给你更多好吃的 而对于黑色 所代表的坏人呢 他们会把他们 已经给的好吃的 再拿回来 也就是惩罚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 就是人类天生的 他两岁不到 就已经知道 要沉恶扬善 这是正义感 那么公平感 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游戏 在全世界各地 都做过实验 他的话叫 最后通牒 他是怎么玩的呢 就是 假如有一笔钱 你和另外一个人分 但是规则是这样的 就是 他来决定 给你多少 比如说 一半 或者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九十 你呢 决定是不是接受 假如你接受 那很好 你们俩就按照 这样的一个额度 来分钱 假如你不接受呢 你们俩谁都得不到 一分钱 这就好像 比如说 你们俩在街上 捡到了一个钱包 那么另外一个人 决定从这个钱包里面 拿出多少钱给你 你假如接受 你们俩就按照 这个规则来分钱 假如你不接受 警察叔叔 这儿有人丢了钱包 那么警察来 把这个钱包拿走了 你们两个人 都一分钱都得不到 这样的一个游戏 那么 你想一想 别人给你多少 你愿意接受呢 你不接受呢 我会不会再来